明朝末年,天下大乱,风烟四起,汉匪横行,百姓苦不堪言,两广一带有个桃花村,小村三面环山,风景秀丽,百姓安居乐业。 然而,一天清晨,小村突然来了一对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匪,坏人进村了,大伙快逃命啊,一大清早起来放羊的流老汉。 见离小村不到一百米处浓烟滚滚,有一对汉匪正扑来,他吓得脸色苍白,缓过神后第一反应就是扭头快跑,边跑边大喊。 此时,不少村民还在睡梦中,听到流老汉的喊叫声,等爬起来准备逃跑已经来不及了。 汉匪首领韩天霸,是个大银贼,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桃花村多美女的消息,带着手下夜行三百里路赶来。 进了小村后,韩天霸一声令下,手下恶狼扑石般奔向了小村。 顿时,小村哭喊声一片,韩天霸微眯住双眼,面露笑意,似乎很享受地看住手下图村。 突然,一道黑影急速飞来,同时飘下一朵梅花,韩天霸也连一缩,连忙跳下马来。 黑影身手敏捷,电光火石之间已经拿出一把圆月弯刀,抵在了韩天霸后背,淡淡说道,快叫你收下助手。 韩天霸惊骇不已,想不到江湖上传闻的一枝梅现身了。 他哪里还有抵抗之意,当即跳上马狼狈不已逃了,村民见有高人相助,逃过一劫都欢呼不已,连忙给黑影人跪下,磕头谢恩。 黑影人没有说话,他只是微微点头,转身就大步离开了。 后来,村里人得知是一枝梅救了全村人,到处宣扬。 一时间,一枝梅名声愈发响亮,近几年,江湖上出现了一位高手,他戴着神秘的面罩,不见其真容。 他好打抱不平,每次现身时都会飘落一朵梅花,江湖人称一枝梅,对于平民百姓,一枝梅是他们的救星。 对于无恶不作的汉匪,一枝梅就是他们噩梦般的存在,话说寒天霸带着手下逃跑,还没有跑上几公里,一枝梅就追来了。 寒天霸性子残忍,他占山为王这些年,强抢民女,欺压百姓,做了不少坏事。 一枝梅赶到时,寒天霸自知无法摆脱,他心意狠,举起大刀,下令道,兄弟们,想活命地和他拼了寒天霸是当地有名的汉匪,近几年吞并了几个山寨。 自然实力不弱,手下各个武艺不凡,他自幼学武,一身武功更是了得。 众人将一枝梅团团围住,寒天霸的大刀捂得呼呼响,一枝梅虽然武功高强,可在众汉匪围攻下,也是有些力不从心。 寒天霸见此大喜,什么一枝梅,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一枝梅故意卖个破绽,引寒天霸逼近。 寒天霸不知事迹,护起大刀使出全身力气劈来,谁料一枝梅早就做好了准备,他身形一晃,堪堪避过。 同时手腕一抖,一枝飞镖袭来,二人距离如此近,寒天霸防不胜防,被飞镖击中,顿时就栽倒在地。 众汉匪箭头领倒地,梅有了主心骨,立马落荒而逃。 一枝梅没有继续追,因为此时他也受了伤,半天后,离桃花村二十里的青云镇东边,有一家铁匠铺。 店主刘老爷年过六十,他打铁技艺精湛,不仅会打造寻常用的铁具,还会铸造各种兵器。 生意一直很好,然而,今天一大早,刘老爷就挂上了歇叶牌,前来的顾客都一脸不解,问刘老爷这是为何? 刘老爷露出无奈的笑意,说道,各位抱歉,老夫身体欠安,要休息几天话音刚落,一个年轻的后生走了出来,他面色有些苍白,很全瘦,身子轻飘飘的。 庞扶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,年轻后生连忙把老者搀扶住,有些怒道,爷爷,你身体不好,这些事就由安儿来做吧。 后生名叫刘安,是刘老爷的孙子,严格来说,二人并没有血缘关系,刘老爷一直单身,刘安是他在桃花村捡来的孩子。 刘老爷一脸慈祥望住刘安,轻声道,安儿,爷爷没事,倒是你要多休息提起孙儿刘安。 刘老爷一脸叹息,他孙儿自幼体弱多病,到了夜里会猛烈咳嗽,多方求医无果,为了给孙儿治病,刘老汉花光了所有积蓄,一直未娶。 爷孙俩回到屋里,刘老爷吩咐孙儿几句后,他去了后院,后院有一间石屋,只有一把钥匙,无比神秘。 有一次刘安好奇想进去看看,结果被刘老爷数落了一顿,刘老爷来到石屋后,立马躺在了一张冰床上。 若是近身细看,外人定会吃惊不已,因为刘老汉身上全部都是大小不一的伤疤,其中背部有一道掌印尤为明显。 刘老爷躺下后,立马开始运功疗伤。 半炷香过后,刘老爷双眸微微睁开,感觉好受了很多,他走出石屋,听到了镇里王媒婆爽朗的笑声。 王媒婆笑盈盈说道,刘哥,这几天难得见你清闲,小妹给你介绍一桩婚事如何刘老爷露出了苦涩笑意,不等他开口,孝顺的刘安连忙回道。 那就有劳王审了王媒婆点点头,说道,刘哥,你就放心吧。 此时包在小妹身上几天后,王媒婆果然带来了一位容貌清秀的女子。 女子二八方玲,亭亭玉立,望了一眼刘老爷,后面色羞红。 其实,刘老汉虽然年过六十,但并不显得苍老,相反还有几分俊郎,给人一种成熟的稳重。 若是年轻一二十岁,定是个美男子,媒婆介绍,女子名叫柳叶,是她的远房亲戚,从北方逃难而来,如今无依无靠,很是可怜。 听说刘老爷是当地的大善人,立马就开口答应了,刘老爷对王媒婆摆摆手,小妹,这使不得,老夫都是爷爷辈的人了,怎么能做如此荒唐之事? 话音刚落,刘老爷神色微动,望向女子时似乎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。 这时,刘安走了过来,见叫柳叶的女子面容清秀,不禁神情荡漾,正好柳叶的一双美眸望来,二人四目相对,彼此间内心深处都涌现一股莫名心绪。 柳叶连忙转过头,面色羞红,显得很拘谨,刘老爷望了一眼二人,很快就做出决断,他淡淡笑了笑,开口道。 最近身体欠安,身边正好缺个人照顾,那老夫就答应了柳叶听了后连忙跪下,多谢老爷收留王媒婆神色一松,也是露出了笑意。 柳叶做事很勤快,还烧得一手好菜,刘安表面上丝毫不介意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柳叶当奶奶,对他赞口不绝,夸爷爷好福气,内心却涌现一股莫名的忧伤。 到了深夜,柳叶面露淡淡哀愁,神色复杂,不知为何还留下一抹眼泪。 很快,刘老爷要娶16岁的女子为妻,在小镇引起了轰动。 刘老爷平时为人心善,经常帮助穷苦人家,名声很好,所以祝福生一片。 当然,也有嫉妒他的,说刘老爷的孙子都快到了娶妻年纪,还要娶媳妇,真是不知羞耻。 半个月后,刘老爷迎娶柳叶过门,他没有大白酒席,只是请了几个好友一叙。 刘老爷喝了不少,回房时已经是醉醺醺的了,新娘子柳叶见刘老爷走进屋。 他满脸泪水,呼着说道,老爷,切身不想害你。 刘老爷听了一脸平淡,沉默一番才说道,有儿,老夫若是没有猜错,你应该是鬼影婆婆的人吧。 刘爷听了身子一顿,眉毛中满是惊讶。 这时,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传来,刘一刀,想不到这一切都被你识破了说话之人。 竟然是柳叶,只是此时的他面露苦楚,心神似乎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给控制了。 刘老爷咬破舌尖,喷出一片血雾。 顿时,柳叶的身子栽倒在地,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从柳叶身上飘了出来。 鬼影婆婆,快出来吧,刘老爷冷哼道。 很快,一个苍老的妇人缓缓走来,原来,老玉便是鬼影婆婆。 说来,二人还是师兄妹关系。 二十年前,魔教势力达到顶峰,正派人士在金刀门的组织下,联合起来一致对抗魔教。 然而,决战前一天晚上,金刀门掌门无极道任惨遭不幸。 大弟子刘一刀也突然失踪。 一时间,刘一刀是魔教内影传开了,很多正派人士都将刘一刀视为武林败类。 无极道任有个女儿名叫柳灵儿,和大师兄刘一刀青梅竹马。 他自然不相信大师兄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 后来,江湖传闻,魔教教主把女儿许配给了刘一刀,柳灵儿得知消息后气得肝胆欲裂。 他发誓要亲手杀了刘一刀,为了报仇,柳灵儿图一石块,练功走火入魔,不过他却因祸得福。 练成了金刀门的绝学鬼影大法,这些年,他一直在寻找刘一刀的踪迹。 当他发现一只梅很可能是当年的刘一刀时,心生毒计,让一貌美女子服下鼓毒,只要二人同房,刘一刀将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,陷入极度痛苦中。 师妹,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,刘老爷叹息道,他的确是一只梅,也就是当年的刘一刀。 二十年前的那场变故,真正的内奸是二师弟邱楚天,他是魔教教主收养的义子。 师父就是被他给暗算的鬼影婆婆听了后神色一动,不过很快他就摇摇头,绝不可能。 二师弟为救师父,倒在了血泊中,大伙都看到了刘一刀解释道, 师妹,你们看到的只是假象,邱楚天并没有死,为了证实此事,刘一刀刨了尸地的坟,发现墓穴空空,原来邱楚天用必吸大法骗过了所有人。 你有何证据?鬼影婆婆似乎相信了刘一刀的说辞,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。 你看看便知刘一刀说完,递给他一封书信,鬼影婆婆接过来一看,顿时明白过来。 这封信是邱楚天和魔教教主二人往来的证据,刘一刀潜入魔教,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,好在柳叶心善,得知刘老是大善人,并没有按照鬼影婆婆婆的吩咐,和他同房。 真相大白,鬼影婆婆一脸惭愧,忙对刘一刀行礼道歉。 其实,刘一刀故意答应王媒婆的要求,是因为闻到了柳叶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阴气,该想他很可能是鬼影婆婆派来的。 这些年,刘一刀也一直在关注师妹的动态,自然知道他练成了鬼影大法。 师妹,师兄还有一事请求帮忙刘一刀犹豫一番后还是说了出来。 和事,鬼影婆婆态度柔和了几分,刘一刀将孙子刘安一事说出。 刘安先天体弱,是因为体内阴气过重,而鬼影婆婆的鬼影大法可以逼出刘安体内阴气。 鬼影婆婆点点头,安儿是个好苗子,不能让她白白浪费了天赋文言,刘一刀大喜。 有鬼影婆婆出手相助,刘安体内的阴气终于完全逼出。 不久后,她和柳叶成了亲。 二人都是天赋绝伦之人,刘一刀和鬼影婆婆将一身所学全部传授二人。 后来,江湖上出现了一对性侠仗义的侠侣,人称天仙侠侣。 二人一高人胆大,独闯魔教,除掉了少教主邱楚天,也算是为无极道人报了仇。